S8和S8 Plus 講一下這個新機 S8和S8 Plus 新功能當然你第一看 鏡頭是沒有了 兩邊沒有了 去到盡了 現在那個Curve 另外就 底和頂都去到很盡 只有一條邊 實體鍵移走了 實體鍵移走了 好處當然鏡頭大了 現在這個鏡頭就去到 應該是21比9 不是平時的16比9 再大一點 現在很多電影都 有21比9的 都可以看到 另外你會見到 Ur有少許不同 因為沒有了實體鍵 所以它現在 就是上掃上去 你就會見到 裏面的program 另外其實 有幾多特別的功能 譬如你在裏面的相機 會見到一些 現在很流行的 貼紙、鏡頭的功能 還有你會見到 其實這次 亦都配合了很多 不同的配件 包括它有個底座 你現在插了底座之後 你就會見到 它會出了一個 好像我們 Windows Statstop的模式 或者 Tablet模式 那你就變成了 可以有很多 Software 譬如 Windows Office 365 它可以是 全功能 做到Excel 做到Word 做到PowerPoint 那這個 方便了一些人 就不用說 戴一部手機 接著又要戴一部電腦 那有些人覺得 如果他可以在手機 處理到這些文書的話 那就只戴一部手機 戴一個左 那去到酒店 找一部電視插進去 就搞定了 那這些就是他 我見到這次比較新的功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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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